大家好,咱们讲一下十字文在玉珠文上对人生运势的影响 这个十字文,它就由于岔子文一个现象 这个十字文呢,它有正的和邪的之说 一种两种,这两种情况都是为十字符 这个玉珠文在首相中,它本身就代表事业财运 以及运势的起伏 这个一般情况,玉珠文清晰明了直上者为激励者 如果出现断裂,起伏波浪文的代表呢 在运程方面比较停滞或者比较不逊心 如果玉珠文比较清晰直上 如果这个四伏出现在玉珠文尾端 一般则代表这个人则代表在事业方面容易出现意外 或者因为某种原因在晚年运上出现很不利的现象 在事业方面导致破产的现象 这点必须要注意 如果十字符出现在玉珠文中间 则代表在这个年龄段容易出现事业方面或者工作方面的不逊 导致事业或者工作上的不利 如果是经商者容易出现破产的现象 如果是工心族则容易下岗或者出现官非是非的现象 这点呢必须注意 这个十字符不论出现在玉珠文的哪个位置 都要警惕其对人生运势的影响 那情况十字符出现在玉珠文的尾端 他对晚年运还有事业的发展 有着毁灭性的打击 这点呢必须要加以注意 好